一来来高丽菜赶紧送上船 眼看康瑞台风进逼 外岛可能刮起强风巨浪 就怕成了孤岛 趁风平浪静 赶紧抓紧时间补物资 穿山业者打算被骑四天菜量应战 港边渔船也通通进港防台 气象鼠预告康瑞台风 很可能以中台上线强度直扑东台湾 周四是逐渐接近的过程 整个降雨在东半部会非常的明显 随后预估是周四晚一直到周五的 上午这段时间可能会登陆在花东一带 气象鼠路径预测与各国预报也趋于一致 看来康瑞很可能从花东登陆 再从南台湾出海北上 最快29号下午先发海景 30号上午再发路景 周二北部受东北季风影响 开始降雨 周三多了台风外围环流 雨势更明显 周四全台戒备 尤其花东预估雨量 一片子暴 得等周五台风逐渐远离后 降雨才会趋缓 这段过程强度是明显的减弱 但是因为过了中央山脉 它的风向上要留意是 对于中南部地区的风雨 也会相较在增强一些 尽管有中央山脉加持 但海面条件有利康瑞增强 沿海可能刮起五米浪高 也会出现十几以上强阵风 加上超大豪雨狂下 全台都要做好放台准备 进新闻中够到 中央山脉